海军山东舰紧盯使命任务展开飞行保障 海上补给应急处置和损害管制等多科目综合演练 锻造决胜海天的制胜班领 南海某海域 海军山东舰飞行甲板上 多架歼15战机整齐列阵蓄势待发 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演练 拉开了战幕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 起飞助理员宋志浩临空一指 指动轮挡和偏流板落下 战机如同银剑般射向海天 奔赴指定空域展开相关训练 与此同时 宋志浩带领放飞小组 开展复杂海矿放飞飞机 指动轮挡故障应急处置等针对性训练 本次训练 指挥所增设了训练难题 强化了训练难度 进一步检验了放飞小组前期的训练成效 应急处置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海上训练期间 山东舰坚持从难从严 开展实战背景下针对性训练 不断拉升复杂环境条件下 逐渐起飞应急处置和损害管制 等核心作战能力 验证了一大批应急处置预案 组训方法保障模式 入列以来 山东舰全体官兵始终紧盯 未来战场需求 奋力向战而行 用最短时间顺利开展了 歼15舰载战斗机单批最大出动量 多架次多批次最大出动量 夜间着舰起飞等科目 圆满完成了跨区机动 海上补给和实弹射击等重大演训任务 部队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